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餅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倉夫美觀是300年前江戶時期的老街 區域內有很多有歷史的白牆磚瓦建築 也是米其林指南中推薦的二星級景點 倉夫位於日本岡山縣 人口總共47萬人左右 雖然沒有新幹線可以直達 但離岡山市並不是很遠 只有20公里左右 坐電車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達 我們這次介紹的倉夫美觀區域 距離車站只需要走路12分鐘就可以到達 區域大小大概是15公頃 大岸森林公園的一半多一點 所以並不是很大 是一個可以散步不需要花太多體力走路的地方 這裡從江戶時代初期被當成物資集散地 幾百年下來 這裡幸免於地震或是戰爭 很多古時候的建築像完整被保存下來 所以倉夫川盼在1979年 被日本指定重要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區域內能夠拜訪的建築非常多 有美術館 紀念館等等的中華文化才可以拜訪 也有一些咖啡店跟麵包店可以休息 櫻花盛開的時候在倉夫川沿愛散步 或是早上一大清早避開人潮在這去拍照 晚上的時候這裡打光也是個特色 鮑勃這裡最推薦的地方是倉夫的IV Square 這裡是1889年所建的倉夫訪擊所 於2007年被指定為現代化產業遺產 2017年包含IV Square的幾個建築物 也被指定為日本遺產 為什麼推薦這個地方呢? 因為這裡本身就是一個飯店 可以直接體驗住在日本遺產的樂趣 如果住在這裡就直接用飯店吃它的晚餐吧 晚餐價位在三千五到五千多塊日幣左右 食材會耐戶內當季當地的食材 吃晚餐的時候還可以享受日本百年的建築物 真的很幸福 除了美觀地區以外 鮑勃再來推薦一個倉夫車站周邊的景點 就會直接開在車站旁邊的三井倡貨中心 一般來說的Outlet都蓋在比較偏僻的市郊 但這個倉夫的Outlet就直接暴力的開在車站旁邊 120家店鋪就開在你的面前 真的想不逛也難 絕對是可以當成離開倉夫前的避逛景點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掰掰 MING PAO CANADA